当我们今天拿到国民健康署提供给我们的这张光碟 里面包含99名到106名的名册 名册 那我们应该要先做一个检测 检测里面内容 有没有符合当时在会议中提供的这一满目 所以我现在我只能举一个例子 告诉你说 例如说如何去建这个资料库 然后如何查询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先登入类似项 到时候你要登入那个名册BM 那我现在是要先透过远端桌面连线 进入有seco server的那个环境 那这个动作你应该是要请心庭来去做 因为你没有登入那台名册BM的账号 其实就算说我有 老师也都建议我不要用我的登入 因为这里面那个名册的BM 名册太敏感了 所以老师是请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账号来去做登入 好 然后登入之后呢 首先你第一件事情应该先把光碟片 它光碟片里面应该会有很多那点sql的档案 应该要先抠到这台机器上面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当然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连我自己的NAS 然后我去先扣一个档案进来好了 就是说我是以这个例子为主 可是你倒上应该是把光碟片的档案 抠到那个名册BM上面 我找一个小一点的 像例如说这一个 chname97.table 它的副档名是.sql 我先把它复制 贴到桌面上 就是也许 反正等一下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 建到我的 建进我的新建的一个资料库里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做这件事呢 因为 seql server 资讯士它同意 它会去把这个资料 seql server 转好 所以它就会 在有seql server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seql server Microsoft seql server the management 好这样我就打开了seql server 那原则上它因为是用本极端的验证方式 因为 能不能进入那台server 已经做过一次验证 因为进入那台名称vm 是 例如说 欣婷它已经用它自己的账号已经进入了 所以通常验证的话 我们都是用那个windows验证 这个 进入seql server 进入seql server 进入伏器本能就要验证嘛 它现在的意思是说 它就直接 只要是 它能够进作业系统 它就可以进这台seql server 所以在这边 验证我们 一般是选windows验证 当然有可能 它会 为了资讯安全起见 它会要求 进seql server 还要再输入一次seql server的验证 有可能 那就再输入账号跟密码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用windows的 所以 它那边也是用windows 我不知道 就要看 看它们怎么规范 那如果要再一起seql server 就是一样再去行 当然是新频道出入 因为我们没有账号密码 就算有也 建议不要使用我们的 好 然后这边 这边就点windows验证 其实 应该理论上是这个 然后点选连线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进来了 什么叫进来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进来 这个Microsoft的se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嗯